赵文豪的父亲赵志明 1992年建立茶籽堂 以洗碗精和印刷化学习记起家 到了2004年 因为爱气富贵时候 因而遵循古法 发明了用天然苦茶籽 所做成的洗碗精 步骤是先抹粉 然后可以先把那个苦茶粉 要先把一些颗粒 比较大颗要先把它处理掉 到果园亲自采收茶籽 再用机器榨出油来 就成了最天然的喜剂 流程其实很复杂 但相对于它的商品的特性也很特别 所以我们洗碗精为什么就是力就不衰 年轻的赵文豪回到家中 跟着父亲做起洗碗精的事业 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使得他开始思考产品背后原物料的价值 他亲自下乡 回到源头去了解苦茶籽的背景 去土地看 去记录 去了解 去跟农夫聊 原来台湾为什么要种苦茶籽 然后他为什么种 然后他在这发生什么事 那你就开始会有一些共鸣跟感觉 祖农业团全台跑透透 关心茶树园和农民的近况 寻找输与台湾苦茶树的味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